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第一次見面 歡迎收看心跳洞學堂 這是我們SUNNET TV自製的直播節目喔 大家都在線上嗎 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是欣慈 看我今天穿這樣就知道 要帶大家做運動 如果你也喜歡運動的朋友 高手們歡迎加入多指教 那如果說你平常是 屁股是黏在椅子上 不常運動的人更要看這一集 因為今天要帶大家做的是有氧 我們要訓練我們的心肺能力 那今天直播也歡迎大家把它分享出去 這是我們的第一堂課喔 我們第一堂課要做什麼咧 我們第一堂課要做有氧 而且我們今天請到了菲特邦的老師 菲特邦管理的演員老師 歡迎他入場 誰昨天轉那麼多圈 容重登場啊 我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演員老師 我順便看一下我們自己在畫面上的樣子 我們直播是同步的 對啊 老師你在業界教導幾年啦 我教學運動團體大概有10年的時間 大家賺到了 資深的老師 而且今天免費上有氧課程對不對 我大概8歲的時候出道 不要這樣子嘛 偷偷連線 你也是8歲 你相信嗎 老師身材保持這麼好 平常就是在做有氧對不對 你也不錯 謝謝喔 我重訓過啊 很多重訓的朋友不做有氧對不對 像我就有點肢體不協調 你不要笑了 我知道你等一下會笑我 沒關係 那老師我們通常呢 在帶中高齡朋友做運動的時候呢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比較多啊 其實最主要我們在接近 中高齡大概55歲以上的族群呢 可能在運動的時候 會遇到比較多的狀況是 他開始發現自己的體力不好的 他才開始會想要做運動這件事 所以可能是他可能走路的時候 走久了10分鐘可能就開始有點累啦 或者是他可能爬樓梯 平常可能可以一次爬四樓 然後但是他現在爬一層樓 他可能就需要喘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可以發現說 我的體力好像變差了 我好像需要開始做運動 我覺得我有這種早摔中 所以今天呢我們邀請的 其實並不一定是中高年齡層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身體自覺 是55歲左右的體能狀態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做運動 老師 那我們今天如果所有朋友 我們第一次收看嘛 有問題的話 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呢 可以 歡迎 那有粉絲的話 歡迎留言跟老師 如果要認識我們的話 沒有啊 歡迎大家仔細的 收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的節目非常的實用 通常不運動的人呢 都會有藉口說 我懶得去健身房 沒錯 那今天我們做的動作全部都是 我們今天都是徒手的訓練 所以你沒有借口再說 沒有借口再說 沒有借口再說 我不去健身房 只要你現在呢 就是有一個空間是清出來的 不需要任何的器材 你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做運動囉 好 老師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準備進行 我們今天的運動課程 好 老師那等你開始喔 因為你知道我是一個肢體不協調人 我放個手機 我們今天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就是看星期 手忙腳亂的樣子 大家要認真看老師喔 我也認真看他 所以如果你也是過去沒有做過的 新的有氧訓練的同學 沒有關係 跟我們一起把你的椅子 桌子通通都清開 只要找一個空間出來 把你的雙手打開 不會撞到其他的人 所以我們會有音樂嗎 會有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音樂放下去 大家就可以開始準備動一動囉 準備好了嗎 沒有聲音 我忘記這直播節目啦 好 來現在如果你有聽到音樂的話 我們就開始原地跟著音樂節奏 走一走踏踏步 好 來繼續 跟著坐喔 右腳左腳 好 來兩腳跟著我們音樂的節奏 開始走 老師 我同手同腳 通常我這個時候都會講說 大家不要同手同腳喔 然後但是所有的同學 都會在這個時候 開始變成同手同腳之 所以我後來發現 乾脆都不要講比較好 好 來 只要你跟著到音樂的節奏 開始讓這個規律的速度 進行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暖身 仔細看老師喔 好嘞 兩腳繼續踏踏步 不暖身會怎樣啊 不暖身的話 我們可能在運動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肌肉沒有辦法達到足夠的熱度 那有可能呢 就會造成肌肉發炎 或者是肌肉拉傷的症狀 嗯 會有運動傷害的 沒有錯 所以暖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如果你今天呢 感覺身體不特別的累 那我們暖身時間 可以稍微再拉長一點點 我們左右腳不一樣沒關係吧 沒有關係 好 來 那我們跟你調整一樣的高度 好 來 右腳左腳 好 來 現在鏡頭前面的朋友 都可以從你的右腳開始 好的 那我們要開始進行我們今天的暖身訓練囉 把你的雙手借給我 我們一起繞一繞肩膀 往後繞圓圈 走 肩膀打開 活動你的肩關節 很好 好 有些同學尤其是有一些五十肩的問題啊 或肩膀夾擠的問題 你可能在這個動作上 可以多做一點時間 是你在說我對不對 不是啦 好啦 我們再往前 我覺得可能會有很多同學 今天自己最後會做 肢體不協調 對 肢體障礙啊 不會 我相信沒有肢體障礙的同學 好 來 雙手插腰 現在我們把你的腳尖往前點滴 腳尖前點滴 好俏皮喔 這個動作呢 我們把腳踝的力量稍微往下壓一點 活動你的肩關節 我們會有一點點小小的移動 所以也讓它做好準備喔 好 來 變成腳跟勾 腳跟勾起來 很好 好 來 腳跟輕輕的疊定板 雙手借給我 我們一起往上握拳頭 OK 好 來 來 四 三 我們把雙手往前伸直 前後 前後 對 很好 我們的重複動作會做比較久 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做運動的 請注意你的身體的平衡 好 來 四個 三 二 原地走路 回到踏踏步 這樣就開始喘了耶 對 真的 現在在鏡頭前面呢 你可能也開始覺得 身體有一點點的熱起來 但是呢 我們各個面向來講 現在可能還不太夠喔 把右腳側點地往右 往外 對 很好 加油 腳尖再繼續 好 來 這個時候是你的大拇指往外點地 如果你的腳很長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點大步一點點 所以呢 在運動的過程裡面 歡樂很重要 我們要放一點感情進來 放一點感情 要做什麼呢 你可以摸一下頭 一個move嗎 也可以喔 我們今天不是挺適能課前嗎 對 我們是放過挺適能課前 然後來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來 原地走一走踏踏步 對 再一次回到中間 來 右腳左腳 很好 好 來 現在我們把手握拳頭放在身體的前側 放在前側 做提肩膀的動作 對 很好 加油 手高一點點 上下 對 很好 好 手再高一點囉 加油 最後再做八個 八 七 六 跟我一起數 四 三 二 踏並右腳 手插腰 對 很好 沒錯 慢拍 又一副短度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就是 帶離觀眾越來越近的感覺 對 來 往後背一點 我們一樣慢慢地把空間取出來 加上一點肩膀動作 雙手放在胸口前面 兩手往前 這個往後 這個很會 這個很會 為什麼 不知道我覺得抓什麼 那我好像可以再稍微做一點複雜的動作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稍微把手舉高一點點 把手上下揮 兩手往後 後面的朋友 就跟看眼神會一樣 看眼神會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 對 好 來 舉肩的動作 如果太久你可以回到剛剛的動作 好 來 最後四個 三 二 好 來 回中間 變成腳跟後勾 腳跟幫我找到你的臀部 對 很好 對 很好 盡量踢就好了 讓你的腳跟呢 靠近臀部的同時 會啟動到你的大腿後側的肌群 好 雙手借我往前 前後 前後 對 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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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舉高往上 上下 上下 心慈開始有一點喘了嗎 我開始喘了 趕快我都不講話 對 對 我就覺得怎麼換變那麼安靜 安靜了嗎 好 來 回到中間 好 手回到前面 很好 來 踏邊就好 右腳一步 左腳一步 對 很好 好 來 再一次 我們回到踩點地就好 原地踩點 踩點 踩點 對 很好 雙手從下往上繞 好 來 持續吸氣吐氣 好 來 接下來 我們要把腳步放慢 讓你的身體做一點 往下蹲的動作囉 往下 繞圈 再一次 很好 加油 我們換一個方向 往下做 加油 老師這是哪一招 加油 這個是跨大圓 跨大圓 好 來 準備好手扶在你的右腳大腿 換邊 做一點點動態伸展 回到右側 再左側 好 來 雙手吸氣往上 吐氣放鬆 兩腳慢慢地回到踏步 大家還好嗎 還好 你知道 我們的心思要再跳腳步 我已經看流汗了 這是真的 因為至少我們在這個階段裡面 身體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暖身體 是真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到今天的主運動 有一點點心肺的訓練囉 眼底幫我抬膝 膝蓋靠近你的肚子 讓你的身體稍微往上長高 好 感覺到有人拉著你的頭頂 像木偶一樣 對 把你的身體往上帶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把手夾上來 放在膝蓋上方 這個時候腳尖呢 你可以往下壓一點點 這樣比較美 對 沒錯 你怎麼知道啊 說什麼 可是我們運動的追求就是 看起來很漂亮這件事情 有吧 有吧 好 來 雙手往上 手再上下 靠近你的身體喔 好 當你的膝蓋抬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身體的呼吸 會變得比較急促一點點 沒錯 欸 很好 老師 我已經流汗了耶 原地套布休息一下 大家還好嗎 很好 你知道一直問的原因是什麼 有問題給他留言喔 對 如果你感覺到啊 就我問問題的時候 你開始 老師我沒有辦法回答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強度對你而言 已經達到中高的強度左右 好 來 接下來的階段 我們要來換一個腳步的動作囉 仔細看喔 好看就知道我不會跳舞 哈哈哈哈 開始變得很複雜有沒有 對 對 很好 好 來 最後一次 好 來 大步一點點喔 身體往下坐 再回來 對 很好 如果在鏡頭前面的同學啊 你會發現 欸 老師的腳步 開始有一點點跟不上 這個很正常 因為我們生活當中 像我們這樣不常做有氧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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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做有氧訓練的同學 身體的協調性 可能就會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協調性太重要了 我們生活當中 不管是房碟也好 還是說 我們在做自己一些生活中的 一些日常行為 它還是需要協調性的應用喔 好 來 我們回到踏步 右腳左腳 對 很好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小段的 心肺訓練 哇 這會有一點點喘喔 我現在有看到我喊出來 我已經感覺到 鏡頭可以下去了 我正流汗了 好 來 我們有一點點的跑步囉 圓定小跑步 如果你的膝關節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常常覺得膝蓋疼痛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回到踏步就好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同學 我叫你有一點點的強度上來 腳跟幫我往後踢踢你的屁股 對 相手出來的擺動喔 很好 好 來 接下來我們的空間很大 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轉圈 可以嗎 好 來 準備 後退一點點 讓我們的腳跟往後踢 向右轉 一 二 三 四 回到前面跑一跑 對 很好 來 換左轉囉 一 二 三 四 回到前面 對 很好 好 來 再一次向右轉 一 二 三 四 回到前面 很好 加油 最後一圈你準備好了嗎 換邊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回到中間 很好 慢慢的回到我們的原地踏步動作 來 右腳 左腳 雙手自然擺動 大家還好嗎 很好 這個時候就更輕力了 這個時候不管你講什麼話 聽起來都會有點性感 對 好 來 幫我把你的雙手借給我 往上吸氣 往上 吐氣慢慢放鬆 再一次吸氣 吐氣棒 很好 兩腳打開 吐氣棒 最後一次吸氣 好 來 吐氣放鬆 好 來 再一個深呼吸 小休息一下 吐氣棒 再一個吸氣 好 吐氣慢慢地扶住大腿 屁股往後坐 圓背慢慢起來 再一次一個吸氣 喔 站穩 站穩 小心 我剛看到什麼 好 來 吐氣往下坐 圓背慢慢起來 OK 再一個吸氣 吐氣慢慢放 好 屁股往後坐 身體從前側 慢慢地拱背回來 兩手打開 向右側倒 身體回來 再一次 向右側倒 回來 中間我們換手 往左側拉長 一遍一次對不對 身體回來 這兩次再一個 好 來 身體回到中間 兩手往上 吐氣慢慢放鬆 OK 深呼吸一個 瞧著你的呼吸 兩手放下來 雙腳慢慢地回到中間 好 來 如果還有一點喘的同學 我們可以原地稍微擦擦步 薪姿還好嗎 妳看我的汗 真的 已經有很多了 我平常真的有在運動 我是做這種訓 真的嗎 但我沒有這麼有養 所以請會發現 心肺的訓練其實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對 心肺訓練很重要 對 我們剛剛大概進行了 大概十分鐘左右的 有氧訓練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現在如何呢 這大概是我跑三千了 所以沒有太亮吧 這樣也不錯 我們運動十分鐘 等於我們跑三千公斤了 對 就做有氧至少比較快樂一點吧 OK 好 那我們現在運動的時間 大致上告一個段落 要讓大家慢慢地走路 去喝個水 拿個水瓶來 終於 可以把你的汗稍微擦一擦 運動完一定要喝水對不對 真的 老師的水呢 因為我的水在這裡 OK 帶大家去喝水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檢驗一下 自己現在的心跳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點心跳加快 有點喘 對 有一點喘 不是有點 是非常 非常喘 所以當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沒有辦法完整的 一次性地把句子全部講完 那既然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留言好不好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 你們有什麼留言要告訴我們的呢 對 如果在運動過程裡 你剛剛發生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是不是在笑我啊 都可以在上面留言喔 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目前呢 大家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唷 真的 對 那想要認識我們 有緣老師嗎 交友 你的電話是 哈哈哈 直接加LINE就好 那你就不行了 哈哈哈 我們是很健康的運動節目 哈哈哈 好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一樣 我們等一下在最後還是會看留言喔 我放一下東西 老師 請問一下我們菲特邦 除了豐富的運動課程之外呢 我們還有做體適能檢測對不對 對 還有體適能檢測 你們有聽過幾 你們知道體適能檢測是什麼嗎 嗯 老師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其實啊就是在我們在運動前後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搭配一些檢測 去檢驗自己現在的體能狀況 大概到怎麼樣的階段 如果體能比較差 我們透過檢測就可以知道 我可能比較適合上低強度的運動 或者是中強度 甚至是高強度的運動 嗯 老師 那我們平常在家可以做檢測嗎 嗯 也可以喔 嗯 那有什麼方式 我們今天 嗯 我們今天其實最主要呢 是針對於中高齡 提供給大家一些心肺 適能的檢測項目 嗯 嗯 好 那針對於65歲以上的高齡值 我們其實有一個檢測項目 叫做兩分鐘原地踏步 喔 兩分鐘原地踏步 很實用對不對 很實用 對 所以像我們今天上有氧運動啊 你會發現 欸 老師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體能 到底是好還是壞耶 嗯 所以我可能就可以 自己幫自己做一個檢測 好 老師 接下來我們需要一些道具 要測我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來做一下心肢的那個 體飾那個心肺年齡 好 老師先說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什麼東西 OK 好 我們現在呢 需要請大家幫我找一面牆 如果沒有牆面的話可以 搬椅子 好 我來搬 好 那除了椅子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道具喔 這個道具呢 就是我們的皮尺 就是在媽媽的那個 哈哈 我知道 縫的鄉里面 一定會有的皮尺 捲齒可以嗎 可以可以 捲齒也行 只要可以量高度 就可以嘛 好 好 那其實我們在做原地踏步兩分鐘 它動作很簡單 就是像剛剛一樣 雙手擺動 把膝蓋抬高的這個踏步動作 我們會踏兩分鐘 好 那至於但每一個人要抬多高 不知道欸 我們情況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像如果你是160公分的 跟180公分的 難道都是一樣的高度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針對個人的這個 踏步的高度來 很重要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怎麼去測量喔 好 我們大致上是我們大腿骨的 一半的高度 會是我們在踏步的時候 膝蓋必須到達 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大腿長要怎麼測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首先擦腰 然後摸到你的這個褲子口袋這邊啊 會有一個出起來的骨頭 出起來的 這個是我們的咖前的上級 好 那你幫我摸住你的大骨之後 大拇指壓一下 大拇指壓一下 然後把你的腳尖尖點起來 好 原則上用你的右腳來做計算 好 那接下來如果你已經量好了 讓我量 靠骨上級到我們的 鬢骨前側的高度 好 那我就不告訴大家 嘩 這是秘密 哈哈 好 來 測量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你的腳放鬆下來 好 到腿長度的一半 我們可以選擇用一個指膠 貼在大腿上 然後再請它移動到這個牆面 牆面 一致 OK 移動牆面之後呢 我們就把指膠貼在 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這個高度 好 來 欣賞我們後退一點點 看得到這個高度嗎 看得到 看得到 就是面對這一條線 喔 面對這一條線 對對對 然後我們做上面動作 給大家看 讓兩腳的膝蓋都要超過哪裡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沒有錯 所以每個人的標準都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 每個人的高度可能不一樣 啊 我腿比較短 我的標準到這裡 那兩分鐘要持續踏步 我們應該要把他的指甲貼到這邊 不要為難我了 這項檢測是針對於65歲以上的高齡者 所以如果自己想要幫自己的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來做那個心肺功能的檢測 這個項目你可以把它學起來 好 老師要計時嗎 有計時的工具 所以我會需要有手機 好 那除了手機可以計算 我會自己算 我兩分鐘到底左右算一下嘛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的左右腳呢 用右腳來計算就好了 好 所以只要踏一下 好 那兩度算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算一下 好 那我們先示範練習一次看看 好 來 原體開始 1 2 3 4 超過這個 很好 好 來 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 我怕大家走兩分鐘會覺得很累 不會 那在鏡頭前面的你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 你也可以幫自己開始做計算喔 開始 好 來 準備好囉 計時兩分鐘開始 1 2 很好 好 心慈會幫自己做計算的次數 那他的兩腳的膝蓋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超過我們剛剛幫他測量的大腿長度的一半 OK 那我們在做真相檢測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點喘 雙手可以像平常散步一樣 自然的擺動 好 眼睛呢 告訴他看向前方 然後可以跟他講個故事啊 你有沒有看到遠方有一片草原 現在這片草原 你會看到很遼闊的畫面 你可以想像你現在 老師兩分鐘好久喔 因為兩分鐘太久了 你可以跟他講個故事 讓他不要那麼累一點點 好 來 持續的計算我們的腳步 然後你會發現身體開始有一點點喘 你也會發現他的膝蓋可能慢慢的 有一點難達到這個高度 所以在這兩分鐘的過程裡面呢 他可能要不斷的提醒 膝蓋再抬高一點點 再抬高喔 持續的保持呼吸 好 很好 這個時間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一分鐘 我已經覺得這一分鐘像過了一百年 我第一次覺得時間那麼慢 所以檢測其實也是有長度在的 檢測不完全說他只是一個很平常的工具 他也是會讓你的心肺達到一定水準的累 好 那如果你連兩分鐘的檢測都沒有辦法完成 那相對的就代表我們的體能狀態 可能並不是那麼的好 好 來 膝蓋再稍微高一點點 偷懶被發現了 很快就進入到我們最後的30秒囉 偷懶一下 最後的30秒呢 好 就是不給心慈有偷懶的空間 欸 你們自己試著很累 真的 真的 該不會他們現在就在鏡頭前面 然後就會看著我們這樣 他們在看我 靠流汗 自己表演 對 好 來 我們剩下最後的15秒鐘 現在已經心慈算到80幾下囉 加油加油 膝蓋再高一點點 這個80幾下大概有1%的時間是沒有達到高度 好 來 最後3秒 2 1 時間到 我算是92下 我扣了5下好了 扣了5下 對大家已經不好意思只扣5下 那85下好了 85下 好 來 像我們剛剛啊 就是在做測量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一點點喘 對 還是有一點喘欸 2分鐘的成績到底要 持續飆悍 對 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合格 我們猜看看 不知道欸 不知道對不對 80幾下 該不會是第... 那我要哭了 現在很緊張有沒有 我就沒有下一集了 好 來 其實呢在這項檢測裡面 它有一個比較大範圍的一個標準 它怎麼去計算呢 它其實是用65下 來當做一個 可能瀕臨失能的標準 所以要小心喔 什麼叫瀕臨失能 就代表說 如果我們2分鐘的踏步台西 沒有辦法達到65步以上 代表我們在生活當中啊 可能連站起來 蹲下去 這些動作都可能需要 沒有辦法自己完全的獨立完成 好 那如果沒有辦法完全獨立完成的話 它可能相對的 生活當中呢 能夠自理的 狀況就比較難發生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對 像 我覺得爬樓梯這件事 很多老宅公寓 如果說爸爸媽媽 沒辦法爬樓梯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的提示能就是每個人都要加強 不管年輕到老 對不對 真的 因為其實在講體示能的話 就是在講我們身體適應生活的能力嘛 好 所以在於中高齡 或者是在於我們一般比較健康一點 二三十歲的這些上班族朋友們 好 你們可能也會發現 自己體力變差了 但是呢 用一個簡單的檢測工具 也許可以幫我們自己設定我們需要的運動強度 老師這些提示能資訊啊 我猜他們都沒有記起來 我們可以到哪裡可以查詢呢 對 我們可以上那個教育部體育署的那個 檢測 體示能檢測評估的網站上面 去搜尋在你的童年齡裡面 你可以做幾下 大概是體能好 體能不好 或者是體能優秀 對 上我去優秀吧 我叫你去查看看 好的啊 對 OK 那我們在於檢測的部分的話 大致上在這邊為大家做一個告落 老師今天應該培養了很多你的粉絲 如果大家平常想看到你的話 要到哪裡追蹤你呢 如果啊 你知道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運動一天這樣15分鐘是不夠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持續的 就是自己在家做一些運動鍛鍊的話 歡迎你們可以上Facebook 搜尋一下菲特邦健康管理 或者是YouTube也有一個菲特邦的頻道 我們每個月呢 都會提供一部運動教學影片 好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教學影片呢 是免費的 你可以上去點 你真的是不是要不費 沒有 是免費的 歡迎分享對不對 歡迎大家可以跟著這個影片 一起來做運動 那最後我們還是看一下留言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們第一次直播其實蠻緊張的 第一次合作 對 沒錯 很高興認識大家 沒錯 對 遠遠老師 我是馨慈 這裡是心跳動學堂 以後都會固定帶大家做運動喔 是 沒錯 好 來看一下手機 大家要怎麼留言 我們可以趁現在的時候幫大家解答 好 OK 有氧可以邊做邊講話嗎 詞歌喘 超喘 哈哈哈 老師為什麼你邊做邊講話都不會喘 其實這個就是挺的可能 沒有問題 沒有 因為你可以跟我跑一天課看看 如果你一天就要無糖科 你可以發現自己體力變超好 我跟你們說 無氧運動跟有氧運動真的有差 無氧運動就是訓練我們的肌肉對不對 但是有氧運動就是 我們的心肺要非常好 對 其實有氧運動的話 它不會讓 它主要是要讓你有持續性的運動的習慣 所以如果你的運動區間沒有辦法拉長 你可能做五分鐘就累了 那可能在達到有氧運動的時間就會相對比較短 它對於身體的效益可能就會比較低 有人笑我了 他說詞歌跟老師差很多 他是老師嘛 怎麼比較這樣 因為他不來了 怎麼不 鐵粉請留言 交網 交友專線 請大家Line 那最後呢 請大家到我們的尋寶網 幫我們粉絲團按讚 那我們的YouTube也有頻道喔 SynetTV 幫我們搜尋一下 記得按追蹤喔 今天很高興 謝謝圓圓老師 謝謝欣慈 謝謝讓我留這麼多 哈哈哈 有沒有覺得今天可以 就是名正言順的吃很多東西 有有有 我再也沒有理由說我不要去跑跑無機了 真的 你們學起來嗎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喔 心跳動學長今天就到這邊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掰掰 掰掰 是還是聯想那個娘 給我service 可以了解那我們